属羊之人,1955年已未年出生,到达2024年的年龄是69岁。 一位羊年人称为何左之羊,拥有温柔体贴的性格,由于性格使然,一生善于和谐处理人际关系。 据传统命理学,此命格在一生中都寻求平衡与稳定,以为羊人一生旅途中经常会有贵人相助,年轻时较为困苦,长寿人是以小恩小惠。 根据生肖命理学,该年出生的属羊人性格特质,因乙目添干的滋养,与为土地之的风鱼,造成乙味羊年人的自然属性,这些人通常心地善良、温和,是典型的阳性温顺,与人无争。 乙目赋予他们在人际交往中的柔韧性,为土则给予他们稳固和包容的基石。 他们天性中的美好与艺术气息,使得周围的人容易与他们亲近。 属羊人在感情中,追求的是一种灵魂的共鸣和深层的理解,他们温和的性情,让他们在人际交往中,总能够给予对方足够的安全感和支持。 2024年的运势,将会带来更多细致入微的体察与同理心, 这对于一位羊年人,深化关系具有积极的影响,但也提醒属羊的人,避免因过度顺从而忽视了自己的需求, 欲示一味地退让,有时反而不是一种好的处理方式。 在事业运与财运方面,属羊者在事业上并不追求过于强烈的争锋夺利,而是追求一份稳定而舒适的工作环境。 在工作中,他们崇尚和谐,注重团队协作。 1955年的属羊人,大多已经退休了,而因为经济问题,还在社会上拼搏的人, 2024年对于属羊的人而言,可能是享受劳动果实的一年。 他们的努力将会得到回报,以牧的滋养使得他们在财运上的累积已经达到了可以收获的阶段。 然而需注意的是,1955年的属羊人在投资方面要持谨慎的态度,应避免盲目跟风。 在家运上,属羊的人通常十分顾驾,他们重视家庭的温暖与和谐。 通过整合乙目和谓土的特性,他们能更好地理解和尊重伴侣,并积极经营家庭关系。 在2024年,属羊人应以耐心和关爱,去对待与伴侣之间的矛盾和摩擦,以贵人运的加持, 他们在沟通和解决问题上会有显著的进步。 健康方面,属羊的人在未来一年中需要加强对腹部和消化系统的关注。 适量的运动和均衡的饮食对他们来说十分重要。 以目带来的灵活性使得他们的身体状态保持较好的活力。 不过,属羊者常有过于担忧的性格,因此也需学会通过适当的休闲活动来疏导情绪压力,以免影响身心健康。 以未羊的人在社交圈中往往受到欢迎,他们天生具有一种吸引之力,人们乐于与他们相处。 这一年对他们来说,既是深化现有关系的好机会,也是拓宽人脉,尤其是在其职业领域内建立新联系的时期。 然而,属羊的人在建立人脉时,需要提防太过深入到别人的问题中,造成不必要的麻烦。 在风水命理上,属羊人的幸运方位通常是西方,这与蚁木的生长和畏土的根基有关。 他们可选择向西方发展,或做兴许转变以追求心中的理想。 在风水布局上,也可以适当考虑采用西方元素以增加个人运势。 计会方面,属羊的人需要避免过度敏感和被消极情绪困扰,学会心态平和地面对生活中的起伏。 总的来说,一位羊年出生的属羊人,在2024年将会经历一个点滴成果开始显露的时期,有望在事业,人际关系和个人成长等方面取得稳健的进展。 他们温柔的性格极对和谐的追求,将为他们在这一年带来正面的影响,促使他们在保持本心的同时,也能在逐步的人生旅途中攀登新高。 这些分析仅为根据一位羊年特质,在2024年甲晨龙年的大致趋势,每个人的真实情况仍将受个人选择和行动的影响。 正如山间的清泉镜子流淌,不以时爱为凡,一位羊年出生的人,在2024年也应保持其天性中的朴实与善良,以及面对困难时不失希望的坚韧。 他们的生活将会在稳定中逐步提升,事业与财运在维持不激进的前提下稳步向前,感情生活在温暖中孕育更深的连结。 维护身体健康,积极参与社交和个人精神追求,以及适时的旅行与冒险,将会构成他们丰富而充实的一年。 蜀羊人生于已未年的智慧,仿若一抹生长在春天的新夜,富含活力且向上。 走过七十载春秋的他们,正处于人生的丰收期,回首过去,眼前开满了人生路上,那些曾努力播种的芬芳与成果。 2024年,或许不会是颠簸动荡的一年,但如同温暖的阳光,洒落在幽幽的山野,未属羊之人的生命,天上一抹不易察觉,但真切暖意的色泽。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,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,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,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,或心灵的沉淀,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,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,天能给你的,他也能收回来。 有一位富翁,三四十岁的时候特别有钱,家大业大,所以他觉得自己很厉害。 过了几年,他遇到了不可抗拒的阻力,家庭就破产了,直接成为了穷人。 在破产之后,他思考了一段时间,头发全白了,才感慨,命运能给你的,无论是财富还是地位,命运都能在一瞬间迅速收回包括人的命。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过客,也就是配角,而真正的主角,那是自然的规律,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老天。 天要人三更就死,又有谁能熬到五更天呢? 就连著名作家慈维格,也在《断头王后》中写道,他那时候还太年轻,不知道所有命运赠予的礼物,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。 老天给人的福运和寿命,也是标好价格的。 在收走福运和寿命之前,老天会给出这些提示。 有一位从事金融行业的中产,拿着高薪水,领着高福利,就是因为他和另一半都过分高调,到处炫耀,狂妄无边,所以被人针对了。 后来,他的结果也不太好。 让这位中产不解的是,我拿着高薪水炫耀一下,真的就不行吗? 其实,炫耀和高调,这是人之自由。 只是,炫耀之后要承受什么结果,这是每个人都不知道的。 哪怕结果再不好,人们都需要承受。 狂妄和高调,不是好事。 哪怕有钱人再有钱,只要他高调了,狂妄了,不仅会被仇家盯上,还会被仇富的人怨恨。 或许,连命都保不住。 老天给了人什么好运气,让人吃到了什么福利,人们最好不要说出来。 哪怕别人询问,也还是闭口不谈比较好。 这一点,那位朝商的超级富豪做得很不错。 而这商的超级富豪因为狂妄衰落了。 没办法,一商更比一商高,狂妄只是祸患的开始。 天道有一个规则,老子提到过,天之道,损有余而补不足。 天道,会减损多的,而补足少的,从而让一切都达到平衡。 一旦变得不平衡了,或许就违背天道了。 就像善恶,善恶平衡才是天道。 善恶不平衡,那就有问题了。 谈到善恶,我想,做人还是心怀善意比较好。 这里谈到的心怀善意,不是让人成为小绵羊,而是让人遵循原则和底线去做事。 不该赚的钱,不要赚。 不该做的事,不要去做。 比如一些脏钱,横财,只要我们碰了,就会改变自己的心性,让自己走了歪路。 殊不知,猛虎终归山上葬。 再怎么凶猛的野兽,也会被更凶猛的野兽吃掉。 一物降一物,这是天道安排的,也是自然的规律。 人,如何才能顺应天道呢? 最好的做法,便是遵守原则和底线。 再不计,也不能作为非作歹之事。 做坏事的人,晚年的结果,都不怎么好。 民间有句话,叫做一报还一报。 人们做了什么,就会得到什么。 好也罢,坏也罢,只要是人造成的果,都需要人自己来承受。 故事后,有一户有钱人家欺负穷人,还让他们跪下来。 让这户有钱人家没想到的是,在后面跪着一个不起眼的小孩子,他眼露凶光,特别气愤。 二三十年过去了,这户人家虽然有钱,但衰落的势头不可避免。 有一天,这户人家的孩子被抓了,衙门里面的人还针对他们家。 他们不理解,自己又没有得罪衙门里面的人,为什么衙门里面的人不放过他们呢? 后来,这家人才知道,原来当年那个被他们欺负的小孩子登科吉地,早已是一方大员。 结果就是,这户人家一夜回到解放前。 生活就是如此,你欺负了别人,别人就会欺负你。 你对别人造成的伤害,终究会回到你的身上。 有些痛苦,暂时只让别人承受,未来就会轮到当事人自己。 老天,那是很公平的。 有一个现象,那是很多人都无法理解的,顺到最后就不顺了,反而大火将至。 就跟生病一样,几十年没生病了,一生病就是大病,直接要了人的命。 原因很简单,如果一开始就没有受过苦,前路走得太顺了, 就表明未来会有巨大的苦难,在等着他们。 对于苦难,人们只有两个选择,要么一路受苦,那这些苦都是小苦,没有什么大苦。 要么一路顺畅,但小苦积累成大苦,一下子就能把人带走。 孟子谈到的生于忧患,死于安乐就是这个道理。 一直谨慎做人,在小波折中磨练自己,人就更坚强了。 反之,一直活在安乐当中,心性不够坚韧,等大苦大劫将至,人就没了。 所以说,有些时候,太顺不是好事,可能是大劫的预兆。 仅此而已。 好了,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, 要记得,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身体健康又逍遥,下期见。